欢迎回到皇家评测 我是伊凡 刚才展示的照片里面 有些是用手机拍的 有些是用微单拍的 看出来小伙伴 请把你们的答案打在公屏上 稍后我会一一揭晓 而我们今天的主角 就是这个荣耀100系列 如今也来到了100这个象征性的数字 主打影像的荣耀系列 体验上究竟能不能打满分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其实上面展示的样张中 前四张都是由荣耀100 Pro拍摄的 后四张都是微单拍摄的 你答对了吗 而手机能拍摄出 这么自然的人像虚化效果 就是由荣耀100系列的 单反机写真相机带来的 在打人像模式出现后 怎么能拍出虚化更自然的人像 是各个厂商都在努力的方向 荣耀也不例外 荣耀人像算法的交外 由远到近 这种更自然的虚化效果 肉眼观感上就跟光学虚化的效果一样 而且在最难处理的发丝上 荣耀也是尽可能最大程度的 保留了发丝的细节 而不是全部涂抹掉 就是这些细节 让荣耀100系列的人像样张 看起来非常有质感 尤其是2.5倍人像特写 在标准的人像焦段下 背景的压缩 以及前后绳的虚化 会更加自然 突出人物主体 只要简单的构图 调整好曝光 就能拍一组氛围感的人像特写 而且荣耀的写真人像影情 也带来了更加自然的美妆和修容 并非简单的抹皮 放大后依然能够清晰地看到 皮肤的纹理质感 这里我们对比一下 修容前后的照片 可以看到脸上的阴影和暗斑 都被修掉了 堪比PS大师的修图 说到这儿 我们也想到了一项挑战 那就是挑战全网最难修足的照片 首先我们将这些原片照片 打印成大尺寸相片 然后用荣耀100 Pro的人像模式 直接拍摄 看看写真人像影情的上限在哪里 可以看到 在拍完照片之后的一瞬间 整个脸部瞬间变得非常的干净平整 痘印痘坑都给修复了 而且放大看 保留了原始的皮肤纹理和肤色 看起来非常的自然 最离谱的是 这张学过PS的人都知道的雀斑妹 在荣耀的写真人像影情下 也是一尘不染 摊比商业精修之后的照片 这次的荣耀100系列 首发全新的索尼IMX906大抵主摄 有着5000万像素 以及光学防抖 再结合荣耀的人像算法 才带来了人像拍摄效果的提升 而且不只是拍人像好看 从广角的风景仰照片中看 能看出来5000万像素的解析力 还是非常优秀的 放大一些之后 能看出来 锐化程度有了很大的改善 看起来没有那么塑料感 色彩风格上 更偏向还原真实效果 能够将真实的观影关系呈现出来 而且两倍焦段 并不是简单的裁切 解析力上会有一定的提升 长焦镜头的2.5倍焦段 更适合拍人像 不用走太远 就能拍一些半身人像 在非人像模式下 也会有光学虚化的效果 另外拍一些纹理和物体的细节 画质上看起来也还可以 远处建筑的纹理 也都能清晰地记录 就是暗光部分 有一些算法痕迹 超光脚镜头 在拍摄一些建筑结构时 非常有用 而且支持微距拍摄 在默认一倍的模式下 只要距离够近 就会自动切换超光脚的微距模式 拍一些独特的微距照片 荣耀数字系列 始终关注年轻用户的摄影需求 这次荣耀100系列的单反击写真相机 让真实自然有质感的人像照片 变得更加容易 不管是自拍还是拍人 随手一拍 就是一张有着专业效果的人像 这是实实在在的体验提升 荣耀100系列这次的外观 进行了彻底的改头画面 采用了源于高低代表建筑米拉之家的 全新的设计语言 辨识度不能说没了 只能说更强了 尤其是荣耀100 Pro的双面质感 一面玻璃一面素皮 非常有冲击力 而且手感也很独特 还有相机模组设计 也是中心对称的天井之窗 全新设计风格 你们会给这样的外观打几分呢 荣耀100相机模组的 新月之形设计也非常有特色 轻薄的手感加上磨砂玻璃 手感非常好 月影白配色后壳 表面都有月球表面的纹理 不会显得过于简洁 气质非常独特 拥有一块不那么伤害眼睛的屏幕 也是荣耀一直追求的方向 这次荣耀100系列都采用了 荣耀绿洲护眼屏 支持3840赫兹高频PWM调光 同时荣耀100 Pro 还行业首发德国莱因 TUA全局护眼3.0认证 达到了全天护眼的级别 从这一段高速快门对比下 就能看出来 高频和低频调光的巨大差距 而且荣耀的3840赫兹 超过了国标对灯具频闪的 3125赫兹的无风险等级 荣耀100 Pro还具备自然色彩显示 以及360度自适应调光 通过色温传感器 对屏幕色温进行相应的调整 让屏幕在各种环境色温下 看起来更加舒服一点 而且前后都具备环境光传感器 在暗光环境下 能更好地获取前后空间的亮度 尤其是逆光下的屏幕亮度调节 避免屏幕过暗 引起眼睛的不适感 面对夜晚 显示注眠技术 通过模拟的日出日落光线变化 无感知去蓝光 从白天到夜晚时刻 保持舒适屏幕的体验 另外这块屏幕的色彩显示 也非常的细腻 采用类钻排列 峰值亮度高达2600nit 室外使用也能看清屏幕 性能上 荣耀100 Pro搭载的是 骁龙8帧2处理器 也是荣耀100 Pro 这次最大的提升之一 测试最高画质的原神 虚弥城跑图半小时 测出平均真数55.9 符合8帧2的基本表现 而且荣耀100 Pro 还支持虚拟独显技术 在游戏管架中开启帧率增强 可以实现90帧的原神画面 让游戏时的画面更加流畅 荣耀100系列 还搭载了自研的射频增强芯片 在电梯 地户等信号比较差的地方 荣耀100 Pro也有着良好的信号 不间断的刷短视频 也很少有卡顿的情况 荣耀100系列 全系采用了5000毫安时容量的电池 以及100瓦的有线超级快充 Pro版还支持66瓦的无线超级快充 日常用下来 荣耀100 Pro正常使用一天完全没有问题 而且实测荣耀100 Pro 只需要32分钟就可以充满电 基本上不存在续航焦率 荣耀100系列 这次内置了MagicOS 7.2 包含智慧感知 悠悠见义等功能体验 比如这个拿起来直接说指令的气息唤醒 不用前置咒语 想要语音输入时 也无需点击输入按钮 非常的方便 还有一个我个人觉得非常好用的翻转扫码 结账的时候 只需要解锁翻转对准二维码就可以识别 这些操作用习惯了 真的很难再回去了 总的来说 荣耀100系列这次又是一次全方位的升级更新 首先单反击写真相机的效果 让荣耀100系列能够成为一款随手即可拍出专业人像的设备 荣耀绿洲护眼屏让一贯坚持的屏幕护眼效果得到全面的升级 而且这次的性能提升也非常有诚意 荣耀100Pro搭载的香蓝8G2也弥补了游戏性能的最后一块缺口 全新的设计虽然各有各的看法 但确实让人耳目一新 种种这些提升都让荣耀100系列不只是一台影像片刻声 而是一台追求满分体验的全能机型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皇家评测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大家觉得不错的话 别忘了点个赞再走 我是一帆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